一箱又一箱的物资往车上运送 新竹市蔬菜商业同业工会 此行将前往竹东世光教养院参访 了解社福团体照顾的对象 还有目前大环境不景气所面临的问题 新竹市蔬菜工会里坚士一行人 也特地准备了约5万元的物资 以及6000元加财金 近几年有可能是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 所以也造成很多的慈善机构 都会进来我们菜市场 包括我们蔬菜工会 跟我们要求我们给他们协助 供应他们的菜 但是心有余力而不足 也希望在这边呼吁 所有的我们社会大众来响应送东西 不要说送菜 很多物资我们都可以送进来 这些教养机构 新竹市蔬菜工会从三十多年前 就默默在进行各社福团体的蔬菜捐赠 当天来到世光教养院 了解院内运作还有服务对象 是重度极重度的生长朋友 因此院内在辅聚方面 也急需社会大众的支持 他们几乎在肢体上面就已经受限了 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给他的话 可能就是除了一般的一些物理治疗的话 可是像一些器材的话 我们这边是会比较匮乏这样子 倾斜床啊 类似跑步机等等 那我们现在小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在医疗上面 也会有一些就是在护理方面 可能有比较需要的话 可能像他们鼻胃管比较常用的 可能就是像额温枪 这比较常用的 因为可能那个使用的频率上面 可能就是胎患的频率会比较高 新竹蔬菜商业工会理事长陈聪明表示 平时除了工会的活动之外 摊商个人也都会自动自发的投入协助 提供社福机构或独居老人 弱势家庭的食材来源 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方式 达到抛砖引玉参与社会公益的目的 开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 ca infect洗几人